财政部长表示 未来在推动囤房税 六都跟新竹县市已经有共识 最高上限就3.6% 未来通盘讨论检讨过后 也将牵动的房市市场 台北市高楼林立 有人买不起房 也有人有不少房产 未来一些地方政府有共识 囤房税最高税率 不少县市目标是3.6% 是各地实施状况在通盘检讨 财政部讲说这不是定案 这是一个共识 他讲共识 共识就是说 越多户税率越高 可能是2.4 可能是3.6 会不会达到 民众比较关心 会不会达到这种 所谓的抑制房价 就是需求 其实或多或少是有效果的 为抑制炒房歪风 房屋税条例第五条锁定税率 住宅分自住非自住 自住房屋想最优惠 1.2%的税率 但全国限制三户以内 而俗称的囤房税 则是指非自住住宅的房屋税 地方政府可以设定差别税率 最低1.5% 最高3.6% 财政部长表示 六都以及新竹县市 拟定将非自住最高税率 拉高到法定最高3.6% 成了地方政府的共识 新北市曾在2017年 推出囤房方案 当初设定非自用住宅 第四户以上税率 为2.4% 目前最高上限 仍在研议当中 尚未提出草案 这是地方自治权限 然后他会有房屋平定的限制 限制其实跟他的屋龄 面积 地段率 很有关系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房屋越旧 那你地段率不调整的话 即使房屋税把它拉得很高 这个效果还是很有限 点出会有效果 但成效有限 汇整全国资料 上限提高到3.6% 台北市行之有年 台南市高雄市通过修法 今年7月就会上路 另外三都也在规划当中 但是否再拉高上限门槛 全国22县市 除了台北市赞成之外 其余县市全部反对 确实囤房税 虽然对于打房的效用 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它其实有效的 挹注地方的税收 其实可能在地方政府的一个 所谓资金运用上面来说的话 当然可能相对会比较宽裕 那也会让地方政府 增加这样的意愿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是因为年底大选在即 其实有很多地方政府 如果没有参与 这次囤房的列车 确实可能会在民意上面 会受到一些影响 虽然六都有共识 预估税收会增加数十亿 但依据议会修订地方 自治条例的时程 囤房大户们 对加税实际会有感的时机 会落在2023到2024年 也得持续观望 囤房税是否能真的 遏止歪风 政府出手打房 希望能遏止歪风 但有专家表示 羊毛住在羊身上 虽然能暂时趋还炒房 但也要关注租屋市场 就把税金转嫁到租金上 连带牵动整体租金环境 囤房上线有之一同 但如何实施 效益如何 还得观望再调整 就怕政府出招 大户接招 来回过招之间 苦的人就是拼命老百姓 TVH新闻成员来一名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